你現在看到我吃過番茄味嗎? 最有名的大阪燒 這些芝士真的很濃生, 龍蝦 好像吃雞腿的感覺 馬上開始, 留港開餐100強 一間餐廳可以滿足大家對村菜和粵菜的要求 是不是很吸引呢? 這間餐廳由兩位經驗豐富的中廚親自主理 村菜大師梁師傅就將傳統的村菜和粵菜的元素結合 希望村菜可以力久嘗身 而陳世輝師傅就有四十多年的粵菜經驗 他自創出特色的村辣口味點心 新鮮感十足 牛肉腸的特別之處是 源自廣東的尖米磨成章 將它做腸粉漿 牛肉亦是用一個針扒 攪爛後加入四川調味料 然後加入一些芫荽、馬蹄 做餡料的內容 捲完後, 面後放一些肉鬆上去 然後放一些麻辣 我自製了六個小時的麻辣醬料 這樣吃起來口感比較豐富 今天來到這間村菜 粵菜的這間餐廳 面前我的鼻子有很多味道 總之有很多味道在我面前 顏色也很豐富 很多五眼六色 是紅色, 主要是紅色 我第一個就是想配合它的 麻辣、肉鬆、牛肉、腸粉 大家都知道腸粉是平時吃點心的 但可能有叉燒、牛肉 肉鬆真的是第一次見到的麻辣 配上來已經看到它非常掛汁 好, 廚師也特意預備了一個醬油給我 就算是否它太辣 不過我也原味 原汁原味地嘗試一下這個腸粉 它這隻腸粉是吞進麻辣的辣度 才會在喉嚨湧出來 但也不是馬上喝水的那種 是那種好吃的那種辣 我覺得這個口感像在吃牛肉球 一邊吃牛肉 就有一口馬蹄的脆脆的口感 它裡面也有芫荽 但也不會有很厲害的芫荽味 所以它這個配合我覺得也非常好 它有麻辣之餘 肉鬆是甜的 所以一邊吃有一點點辣 也可以將肉鬆的甜度平衡 很特別 辣子雞在村菜裡面 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菜式 它裡面包含了青花椒、紅花椒 辣椒、紫蘊粉、麻油、花椒油 這幾樣東西 煮的時候就要 首先將雞拖水 拖水然後炸香 炸香之後就將尿頭來爆 爆香蒜蓉、花椒 需要一個溫度 才會發揮到青紅花椒的味道 炒香了辣椒然後再加雞 再調味 調味之後就加花椒油和香油 再炒香它 炒香之後最最後才加紫蘊粉 因為紫蘊粉最最後要加紫蘊粉 最重要就是它的揮發力很強 太早下它的味道會跑掉 炒出來的雞就有層次感 你會聞到香, 然後吃下去感覺得麻 再來, 鮮鮮鮮才能感到辣味 這個味道才是真正村菜的味道 下一道菜, 我們就挑戰這個辣子雞 看看有多辣和多麻辣 炸得非常乾身, 不會油膩 你看到有腰果, 它就用青花椒和紅花椒 去製造這個八指雞 好, 我們嘗嘗吧 這麼小塊應該沒東西的 很脆 香得來有點麻辣 但它的味道帶一點甜 所以我覺得它的層次很俱全 有香又有辣 完全不只是為了辣去吃 所以… 很好, 但可以再吃 不過也是辣的, 還是要喝一口茶 不過是好吃的, 可以繼續… 吃…吃不停口那種 下一個來的沙鍋胡椒蝦 剛才開蓋的時候 那個胡椒的粉是非常撲鼻 你看到上面是很多黑胡椒和白胡椒 一看下去就知道 就算外面的殼也應該非常惹味 直接嘗嘗一下殼 你看到它有黑胡椒和白胡椒 黑胡椒是令味道更出一點 白胡椒令它更香 看看那個膏 外面的腳是炸得應該可以吃的 好味道 非常惹味 淡淡的胡椒味 但是不會覆蓋蝦的香 你看到我 在吃過番尋味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就是香辣古井鵝肉脆炸包 好像在念仁師一樣 平時吃巴裡面可能是豬、牛 但是鵝肉也非常特別 好可愛 原來這樣切開後 可以多塞一些蝦在裡面 上面有些辣椒絲、椒粉 我先放下這個 我想試鵝肉和炸粉 這個包也很特別 它是將它蒸了之後 剝開皮 放涼後才再去炸 原來這樣可以保持到脆脆脆一小時 我看上去有點像叉燒包的餡料 但是這個就是鵝肉 試試看 很脆 它真的保持得非常脆 然後那個鵝肉 那個黏的醬有點像叉燒醬 但是不太甜 它當然有那個村菜的元素 也是有麻辣在這裡 嗯 說到香港人最喜歡去旅行的地方 一定是回鄉下日本 法國也很喜歡 今天就是將這兩個地方混合在一起 吃一個甜品 不知道我這個法國混合 是否認證呢 這間甜品店在日本開業短短幾年 就已經成為網紅店 人氣超強 而香港是它們首間的海外分店 它們專賣圓形的髮式千層酥 材料和機器 都是由日本總店直送香港的 而每一塊酥皮 都是由獨家研發的熱壓的熱壓 還有即叫即造 確保味道和口感 百分百還原日本的口味 很開心 平時看到這間店 很多人排隊 今天讓我自己割頭去吃 它是一間日本的甜品店 過乾爐過來香港 所以它們做法非常日式 怎樣日式呢 就是它們在廚房裡 真的有日本人全部磅 磅得很準確 所以每一件甜品 應該跟日本那裡是一模一樣 我還沒吃過 這個就是有很漂亮的 士多啤梨鋪排得非常美 好像花一樣 上面有些糖的啫喱 還有忌廉 忌廉就將士多啤梨 黏在那塊拿破爛餅上 吃法除了可以選擇整塊之外 也可以選擇兩個味道 或者如果你很想專一一個味道 就這樣盡情去吃 聽說日本要怎樣打卡 就是把它放在臉旁邊 就會顯得臉很小 這個拿破爛 平時吃的可能比較軟 但這個很特別 我看到它放一大塊 這麼多塊,然後就風乾 所以令它很脆 你看到上面的焦糖 這個拿破爛餅的味道是非常美 外面的本來不知 我都教過大家 代表我們法國 每一頓吃之前都會說的 吃飯吧 太美了,我不忍心吃 我一定會吃到這樣 因為我們要鑽情去吃 這塊拿破爛非常鬆脆 咬下去是非常… 這個滿足感是十足的 外面的焦糖 上面有一點點杏仁片 很出味道 這個士多啤梨是特別的 有一點酸酸的 原來它是北海道的士多啤梨 是故意這麼小 還有這種味道 所以忌廉甜是中和飯 因為我們香港人都不太喜歡吃 太甜了 所以這個剛剛好 好味道,大家一流 吃下去也很開心 除了甜,我們也有幾個鹹的選擇 這個很香 有火腿、樹蓉和芝士 這個芝士不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拍片最喜歡的什麼? 拉絲效果 因為有水牛芝士和車蛋 芝士就可以做到那個效果 我就拿出來撕給大家看 哇 你看 這個拿破崙很鬆脆 這個絕對不失望 大家看看,可以拉得多緊 真棒 試一下吧 跟我們平時在法國一樣 我們吃蟹蟹 都會有這個鹹的選擇 甜蜜 都是喜歡芝士和火腿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日本新的風格 也有法國的元素在裡面 芝士非常軟 跟這個火腿很配 外面那個脆脆是不甜的 是牛油的生脆味道 香口 這個組合很特別 話說是日式的甜品店 但是他也為了我們香港人 特製了一個港式的味道 這個就是奶茶、忌廉、芒果 配上一些黑糖的核桃 很足料 看上去也挺厚的 比起士多貝利的那個 你看到上面的粉不是胡椒粉 是奶茶粉 芒果 芒果有點像碎了 所以你不會吃下去的時候 那個口感不會不配 你不會吃吃吃吃看 然後照一下芒果粒 它是做得非常好 那個奶茶味很出色 非常濃 配上這個脆脆 我有點覺得像在喝奶茶一樣 吃完合桃是怎樣的呢 吃了果仁 再加上一些口感和層次感 我已經吃到… 是不是很髒, 髒髒 髒髒是不是很想咬一口 一起吃, 一起髒